火燒車罹難陸客團底台 家屬淚崩患不回 火燒車陸客團家屬 從大連飛了3000公里底台 對他第一位的家屬 一想到死於飛滅的親人 下午飛抵桃園機場 就忍不住痛哭失聲 陸客團家屬認屍 只能先採取DNA簡體 供刑事局做比對 我先在樹上等於過樹再輸 感覺車都沒有希望 走路的時候 下午能不能希望 現在我們沒有感覺有希望 突發中心桃園報道 出身忍不住 打捕 起床 出身